一人泱泱金与好友细细短金到法国旅游 不料房东给座民宿门锁密码 而且还联系不上对方 拿不到药室无法入住 只能在门口干等 期间有一位好心的当地人 刚好下来拿外送 于是协助他们联系房东 而且当时对方还没穿鞋 陪着他们试了十几分钟 让泱泱觉得很温暖 他们在门口等了一个多小时 还是联系不上房东 最后泱泱决定一个一个试看看密码 结果真的成功了 让他职呼感动 原来入住房间后发现 电热器只能透过APP操作 而他们将手机设置跨区 也无法下载相关APP 只能用锅子烧热水洗澡 隔天他们在大门口遇到另一组客人 跟他们酿定了A地点住宿 才被告知要到B地点入住 被迫拉着行李走了50分钟 还拿到错的密码 甚至连房间楼层都给错 让泱泱直呼这个房东真的是雷到不行啊